北京现代突胜自上市以来销量一直都很不错 不过却因为质量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议论 经常就有很多车主反映 突胜的质量不太好 从北京现代1月29日对外宣布了 自2018年2月1日以来 总共召回的新车就有97574辆 这些召回的车辆大部分都是因为装配供应问题 并且这些车的驻车踏板壁与控制限速存在干扰情况 这样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就很容易引发一些安全隐患 此外被召回的还有搭载7速双离合变速器的全新突胜汽车 这次被召回的车辆共计33722辆 该款车型由于在双离合变速器控制单元程序的设计上还存在有啥子 这样在车辆起步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生延迟的情况 虽然在持续踏加速踏板1.5秒到2秒就能够恢复加速 如果这样踩踏板的频率太多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加速的情况 面对自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北京现代图胜都很主动的前去处理 北京现代将这些召回去的车都进行免费更换免费升级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有发现这其中的规律 北京现在所召回的车 基本上都是现在在市场中很紧俏的图胜SUV 这次所召回的车辆堪称庞大 就图胜而言就将近10万辆 并且这些被召回的车辆都是集中于一个批次所生产出的 从这些频繁被召回的车辆可以看出 北京现代的产品工艺水平在下降 虽说车辆因质量问题被召回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这种集体召回还是很罕见的 并且这种事情在北京现代上发生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希望北京现代以后能够更加注重自身产品的质量